印度的自信来自哪里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三弟说求 今天啊三弟要带着大家来说一说印度 那说到印度啊 就不得不提到印度近一两个月多次对中国发起的挑衅 那印度为什么老是挑衅中国呢 那印度在哪里呢 印度处在南亚次大陆上 它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了 印度半岛被印度洋包围 东侧是孟加拉湾 西侧是阿拉伯海 海岸线全程约为5560公里 它还与多个国家相连 西北是巴基斯坦 北部则分别是与中国 尼泊尔和布丹相连 东部则与缅甸为林 从地形上来看 印度则是以山脉和高原为主 其最大的德干高原 三面都被山脉所环绕 西面是西高纸山脉 东面是东高纸山脉 而北面则是萨特普拉山脉 而印度最北部则为喜马拉雅山脉 印度大平原地处德干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 其首都新德里便坐落在这块平原上 那印度为什么可以拥有那么强大的自信呢 首先我们就得说一说印度的历史源源 印度的主要民族是印度斯坦人 在这片土地上还生活着一百多个民族 和中国一样 印度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这大概是印度能够自信的一大重要原因 不过印度在历史上经有早期的孔雀王朝 和杰多王朝是由印度统治的 而此后长期处于战乱破坏中 民族四分五裂 多次遭到了西亚和中亚等多个国家的侵略 并被统治多年 直到近代 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二战以后印度才实现了统一 实现了国家独立 即使实现了统一 但印度内部难以实现有效管理 毕竟这一百多个民族间 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而且语言之多有一千多种 表面看似统一 内部实际上非常涣散 近几年来 印度的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根据2019年 印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印度全年GDP总量约为2.85万亿美元 全年GDP增速达到5.3% 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亚洲第三大经济体 因此这大概也为印度增加了一份自信的筹码 让印度可以多次说要赶超中国 并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不过从印度的GDP构成来看 它以服务业为主 几乎占据了国家GDP总量的半壁江山 而农业和工业所占的比重较少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构呢 因为印度跨过制造业 直接走向了服务业 印度在班加罗尔建立起先进的电子科技产业中心 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制造业都十分发达 政府甚至把这里打造成了印度硅谷 世界知名科技企业也把研发中心建立在这里 因此印度才能大胆做出封杀中国软件的举动 虽然印度没有选择大力发展工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矿产资源弱 相反 印度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铝土储量和煤产量均占世界第五位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丰富的油色金属矿和石油天然气等资源 这为印度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奠定了基础 虽然印度的军事工业发展的过程比较缓慢 而且也颇为曲折 但好歹也算是研发出了阿金坦克和光辉战机 其他则是通过买买买得来的装备 但这也把印度的军事实力带到了世界前列 其军事实力排名达到了世界第五 印度目前部队总人数约有140万 其装备有航母 核潜艇 以及阵风战斗机和苏-30战机等 同时还装备有5位吉亚音速导弹 T-90主战坦克和各式自行火炮等 因此印度才觉得自己有实力与中国硬碰硬 细数印度中的武器装备 T-90坦克 苏-30战机 C-17运输机 P-8反潜巡逻机等 其中既有美式装备 又有俄式装备 这都得以于它与俄罗斯和美国较为友好的关系 印度是一个战略地位相对特殊的国家 这一切还都要追溯到冷战时期 世界进入冷战时期时 美苏两国都想拉拢印度 美国则是通过援助或出售武器的方式来拉拢印度 而苏联则是通过帮助印度建立工业体系可以拉拢它 冷战结束后 直到今天 印度仍然与俄罗斯和美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特别是莫迪主政以来 他与美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背靠着这两个大国 印度才敢不断骚扰和挑衅中国 你觉得呢 我是三弟 我们下期再见